咱们在刚刚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个 证德表达式使用的一个demo 那么下面呢 咱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证德表达式呢 想要去学它 其实很简单 那么它简单分为这么几大类 第一部分呢 是和匹配单个字符相关的 第二部分呢 多个 第三部分呢 开头 结果第四个呢 分组 然后呢 当然其他还有一些高级的一些模块 什么碳栏呀 非碳栏呀 这个地方都有 简单言之 你只要把匹配单个 多个开头 分组 只要把这些掌握了 整个表达式 基本上咱就会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好了 首先说 第一个 匹配单个字符 匹配单个字符意味着什么呢 我打个比方头吗 大家是否还有印象 咱们在学Linux的时候 比方说我ls 信号.py 那啥意思啊 ls信号.py 啥意思啊 是不是查看 所有的一点py结果的文件了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所谓的匹配单个字符啊 它会用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点啊 中文号啊 这个反射高地 反射高大地 其实和咱们学Linux命运里面 那个信号的作用 有很多类似的特点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匹配单个字符而已 那么怎么叫匹配单个字符呢 我打个比方头呢 我接下来想要匹配一个东西 我想匹配匹配 我想要看的电影 我打个比方头吗 看着呢啊 我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我呢 想让用户输入一个 用户想要看的电影 比方说吧 三百什么问题的场景 我是一个电影院里边的 这个什么呢 一个程序的开发者 将来呢 用户可以选 选择的这个票呢 或者是用户将来 想要看的电影的名字呢 打个比方 是速度与激情 这个大家应该看过吧 没有可以去看看 这种经典的电影 可以去尝试尝试去看看 有几个电影 可以推荐给大家看看 比方说 自足与激情啊 那天是不是说过了吧 自足与激情 家里比海盗 这些东西 只欢王呀 家里货币他人 这个你必须得会看呀 看什么那个 什么爱情的那些剧啊 是吧 男生就不要看了 男生看那个有什么用啊 女生看那个 还没什么关系 男生看些什么东西呢 有利于将来 你要么学习上 要么你工作上的一些知识 打个比方 看国外电影 能够看得出来 国外和国内的一个差距 也就是说 发现了咱们中国的电影 还需要哪些地方要进步 如果你要是再看一部电视剧 那么这部呢 是我要是推荐你的 比如说你看一个 士兵突击 看过吧 就是那个 许三多 就许牧牧 还有那个谁 前一边的这个叫 什么 他媳妇出轨的那个 叫马什么不知道 反正他媳妇出轨的那个 士兵突击里边 对 王宝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 但不要说人家的名字 那么这个地方简单说通了 士兵突击呢 是一部电视剧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我一般推荐 每个班里边看两部电视 第一部 士兵突击 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 看看 信心满满的 正能量又来了 就这个道理 不是说我没有放弃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也有放弃的时候 当我搞一个东西 搞三年搞不出来 是吧 心灰气冷了 我也想放弃 但是我有的时候 去看看电视剧 信心又来了 接着搞 有可能就马上就成功了 第二部电视剧 三国 士兵突击 能够让你在想要放弃 想要颓废的时候 你能有一个坏的情况 变为好 三国能够干什么呢 当你真正工作的时候呢 说的直白一点 如果没有 是吧 勾心斗角 这不叫中国 这百分之百的 这肯定的 一个公司里边有 百分之百有这样的人 所以说同学们 一个老大 一个眼神 表示什么意思 在一个场合里边 老大的一个举动 又意味着什么意思 那么我告诉你 很多老大都不会明说的 一个眼神 你就应该知道干什么 那么像利益关系 谁和谁是一波的 谁和谁又是一波的 我告诉你 在一个公司里边 一定是这种情况 谁和谁是谁 谁是关系很好的 谁是谁是谁关系好的 谁是谁又是关系好的 那么他们之间 有什么竞争 我告诉你 你仔细多么多么 实际上是多么出来的 所以说 想要从一个 利于不败之地的 这个场景 你想成功的话 那么同学们 我建议你看看三国 看一遍 根本就不叫看三国 我现在没事的时候 比方说前天的时候 不是休息吗 我在住的住处 干什么呢 搞完了自己的知识了 现在十点没事了 干什么呢 看电影什么 看什么呢 国产的一定不看 国外的呢 看来差不多了 干什么呢 就把三国又打开 又看了一点 当然一遍没看完 看了那么几集 五六集七八集 又看了一些场景 我告诉你 你学的东西 其实在电影里面 能学很多 就看你学不学它 就看你学不讲 那么在这个地方 刚刚我说了电影 我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几部 回到咱们的正题上来 看不看非你了 反正我已经说完了 你给最好吃看看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 想要来判断用户 将来输入一个电影 举个例子 我想让用户输入的是 速度于激情 那么速度于激情 这是电影 而不是电视剧 这个电影呢 已经分从第一部 一直到第八部 一共有八部了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验证呢 RE.match 我打个比方 我先回几个车 回了隔开 RE.match 先写了正则 注意了 写正则的时候 先写的R 写上以后 就懂了吗 至于为什么写 过后再说 你先写上R就行了 在R里边 你写字不刷 在R里边写字不刷 那么你想干什么 我想让用户输入的是 速度于激情 这个电影 那么就写上吧 速度于激情 你想让用户输入 第几部呢 你写1 想让用户输入第几部呢 那一输入的是什么 速度于激情 那用户只能输几了 输一 那么大家看一下 用户输上1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这个 证则是不是又有个返回值了 那么只要有个返回值 那么这个返回值 要怎么办要注意了 其实就是一个对象 这个返回值呢 就是一个对象 只要有这个返回值 那么言万之一就是 你要求用户输入 速度激情1 用户确确实实 速度于激情1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 用户不想看速度激情1 想要看速度激情2 怎么办呢 用户输入个2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没有数据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想当然的 你作为一个程序的开发者 你应该想到这件事情 用户输入是输的 不是1 而输的是2 怎么办 输的是3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不会想的 把它改成2吧 如果你想的 给成2呢 我就问你的 如果说3怎么办 4怎么办 5怎么办 你怎么办 所以知道吗 这个地方 咱们应该找一个东西 来去替代一个数字 你说输的1也吧 2也吧 3也吧 4也吧 5也吧 是不是都可以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还行吧 那么什么东西 能够等价于一个数字呢 反显个例 好了 321走 有结果 来 我把这里的机型2 换成3 有结果 来换成4 换成5 签证团吗 是不是都有结果了吧 OK 那么如果 如果我想知道 我那个证则到底 匹配出来的是 到底是什么数据 嘴听啊 如果match有反汇值 这意味着用户的数据 是符合你的规范的 那我怎么知道 用户输入的数据 符合我的规范的数据 到底是哪部分 我想把它提出来 那该怎么办呢 好了 一般情况下 当你在用这个证则的时候 你 它不是一个反汇值吗 你找个东西把它腾起来 比方说我找个IT 腾起来 IT就是result的意思 你把它腾起来 好了 腾起来了吗 那么我腾起来之后呢 我怎么知道 这里边有什么数据呢 IT.group 好了 三二一走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提出来的数据了吧 那么这个数据 就是满足你的规范要求的 提出来的数据 用户在这个地方 可以输很多很多数据 只要用户输的数据 是满足你的规范的 你把它的对象 给它腾起来 这个对象点group 我接下来就可以取出 我匹配的数据的结果 能力也维持了吗 那么最终 这就是匹配到你想要的数据 你想看一个用户 到底数据是什么数据 OK没问题 出来了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 再来一次 用户想要数据数据 如果数据是个8 请问他们 我先用IT把它保存 IT的group 是不是又可以把这个数据 是不是给它提出来了 那这就是符合规范的情况 这就是符合规范的情况 好了 一个反斜杠D 能够匹配一味 你怎么才能验证 它匹配一味 你看着 我在后边 我再来个多少 速度以激情88 我只是假如说 它能拍到内部的话 走 IT的group 请问我取出来了这几 你也没发现 取出来了一味八 而那味八没有取出来 什么意思呢 这就验证了一个反向格地 就等价于一味数字 又因为你的证则里边 写完了反向格地之后 后面没有数据了 那么也就导致了 你即使后边也有数据 我也不会去拿取数据了 最终呢 我的规范是什么 我就从这里边 匹配出来了什么 就匹配到这了 我接下来通过group 把它取出来 能理一味一声了吗 一个反向格地 等价于一味数字 好了 通常这就验证了 如果我这个地方写上8 接下来我这个地方 取出来了group8 数据激情8 这个能理解了吗 好了 一个反向格地 等价于一味数字 我要问一个问题 数据激情 它的序号是一到八 没错吧 那么反西钢地 它等价于一味数字 它倒是最低是一味数字 一味数字到底 可有几种组合方案 十容 零到九 你刚刚只是说了 一到八 没错吧 那么也就是说 万一我来个数据激情9 激情9还没上演呢 你接下来 你R1T的group 你看 是不是太野取出来了 它没上演 你怎么把我取出来了 我没上演呢 你看什么呀 你来看看什么东西 对吧 3秒 怎么办 那么也就是说的一个概念 这个反西钢地 它实际上 你就把它理解为 等价于 0 1 1 2 3 4 5 6 7 8 9 任一个 能列为一字吗 范围太广了 我给它缩小缩小 不就完了吗 怎么缩小呢 来上一对中括号 在中括号里边 书上 你想让它取的数据 它就缩小了范围 打个比方 请问他们 这样咱想让判断的数据 激情到底是几到几呢 1到8 那这个地方怎么写呢 1 2 3 4 5 6 7 8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我就写上1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特点 我仅仅是想要验证 这个正德表达的时候 我先保存对象 我这个对象 我的group 是不是我才能往外取数据了吧 能不能有一种 更简洁的写法呢 好了 他们啊 这个地方 我把前面删掉 请问 这一坨本身 是不是就是有个返回 这么一个对象 那么我在这一坨的后边 点group 那请问他们 这意味着什么呢 先调用IE模块里边的这个 如果它要是有返回值 那么我就用这个返回值里边的group 是不是接下来取里边的数据了吧 好了 直接取 来 因为咱们很快 咱们想快速的验证 正在达射 所以说这种方式是可以的 但是在程序里边的时候呢 还是我建议大家 先找一个东西囤起来 如你在写上一个if ifip 那么接下来你再去做这个 听懂了 好了 那么取 你看1没问题 来咱们试一下 2也没问题 那么3也没问题 来咱们4 5 6我就不是了 我试一个8 大家看 说8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么我这个时候 我再试一个9 你看看能不能行 他说了一个东西 none type object 他还是altribute group 翻过来啥意思呢 就说你的这个东西啊 他没有返回值 返回值为none 一样的自己就是none 怎么可能有group呢 好了 大家看着 你不相信你验证一下 他 大家看 他确实实实没有返回值吧 那没有返回值 你怎么可能用没有返回值的对象 叫group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挂了 一样一之一是 咱们接下来再去学 去验证正德表达的事实上 如果你通过这么一个东西 对后的group有结果出来 没有看到这么一个异常 那就验证了咱们的正德表达 是成功的PP的数据 如果要是出现了这么一次 拖一场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的要求 去要求这个的时候 它并不符合咱们的要求 能力也为止吗 这就是咱们去验证正德表达的事 或者学习正德表达的事 一种简洁的一种方式 好了 中华号里边的 12345678 表达的含义 不是说有八位数 而是说 中华号里边的这个位置 判断这位数 如果这个地方的这个数 是1 要么是2 要么是3 要么是4 要么是678 要么是这些 其中的任何一个 那么我记下来 我的要求就符合 就是你的数据符合我的要求 听懂了吗 那么 这就是中华号 那有没有更简洁的 一些方法 你们看着 因为你接下来要判断的是 速度 你进行1到8 所以是直接干脆 1 杠8 就是减号 就是1 杠8 就是1杠8 1杠8最终的含义是什么呢 12345678 好了 咱们试一下 咱们随便跳一个 跳一个3 来 咱们随便跳一个 跳个5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也可以了 咱们再验证 验证两边了 验证一下1 验证一下8 验证一下0 验证一下9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这两个 是不是都没有返回值了吧 没有返回值就说明 咱们的正正的确实是佛要求 好了 刚刚我给大家讲解了两个 匹配单个字符的 请问同学们刚刚讲哪里 反射个地什么功能 反射个地什么功能 自己描述什么功能 来匹配 1万数字0到9 这边讲就是0到9 那么0到9这个范围 有的时候有可能太广 那么所以说我用中括号 能干你的什么事情 限制你将来的数据 是不是中括号里边 出现了这个了吗 如果你要是数据是连续的 你就写1 1 5 如果要是不连续 怎么多了 就打个这个比方 你喜欢看什么呢 我就喜欢看数据机型 1到3 或者说是6到8 就是不喜欢看4和5 那你还懂得想呢 我教给你怎么简单一下 你喜欢看几 来你再说一遍 123 123 还要看几 2678 可不可以 你看 1 没问题吧 来2 然后3 然后看 看个几 6 6也没问题 咱们再试一个8也没问题 来咱们试一个中间的 咱们试一个4 你们发现什么没有反馈子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的数据是连着的 切记这个时候它可以用杠 如果你要的数据是不连续的 你比如说中间它把4和5不看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连续 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不写这么多呢 来 还可以这么写 1-36-8 那么来 不是1-36 这就没有36 你听懂了 是只有一味 一味怎么来到36呢 只有一味 好了来 1来问题 2 2白问题 3白问题 来 4没有结果 5没有结果 6有结果了 7 8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就验证了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对后通门切记 如果要是在中文号里边 你用到了连续的数据 那么你就写上一个开头 写上一个杠 写上一个结本 完了 包括开头也包括结本 但是如果中间是非连续 你一定要切记 你开始的时候 到中间的停的那个地方停 然后跳个中间去之后 接着再开始 听懂了吧 这还能够实现 判断或者是匹配 一个 匹配一个 好了 这是速度与激情 中文号里边的数据 是这么多的 那么 接下来给大家两分钟 大家练一下 我刚刚说的 范夏克D和中文号 开始 啊 谢谢啊 谢谢大家